是有免疫的問題 就是免疫媽媽 所以就沒有那麼容易受孕 那我植物失敗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有點憂鬱症 因為我就覺得 我會怪自己覺得說 我好像是我自己身體不好 然後才導致沒有辦法懷孕 所以我就整天在家裡哭啊 但是祥祥就很鼓勵我說 建議我一定要去工作 不要再窩在家裡 不然我一定會生病 其實因為我上一次失敗嘛 然後失敗之後 醫生是有建議說要休息一陣子 因為我是 其實我的問題有點複雜 是有免疫的問題 就是免疫媽媽 所以就沒有那麼容易受孕 放進去也很容易被免疫細胞攻擊 所以祥是希望祥可以時間再久一點 讓免疫細胞不要有記憶 不然就是你放進來 祥就會說 又來了我要攻擊 這樣子 祥是希望可以再過 過久一點再第二次植物 然後因為我們原本就是計畫說 要嘛先辦婚禮 要嘛先生小孩 所以原本是想要先生完小孩再辦婚禮 那因為現在生小孩又delay 所以就變成是那我就先辦婚禮 所以婚禮可能預計是明年年初 現在預計好像有五十幾個 畢竟我跟妳講喔 五十桌我大概只有五桌 其他四十五桌都是成獎的朋友 其實我們就是一樣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跟她是同一間 同一個醫生 所以他也要同餵 直入的話你要一直打那個 我那時候直入的時候 一天要吃二十幾顆的藥 一天喔 然後每天早晚要自己打針 一天打兩次 然後自己打 然後自己打 對 打肚子 然後因為那個針就是 它會讓妳的 就是抗血栓的針 所以它會讓妳歐齊 所以那時候我也是有一個歐齊的微笑鍵 然後隨便撞一下我就一直 因為我有免疫的問題 所以醫生是說 希望下一次可以直接放兩顆 所以他有說我的子彈其實也沒有那麼夠 他希望我可以再取一次軟 就是又要再經歷一次取軟的過程 那我直入失敗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有點憂鬱症 因為我就覺得我會怪自己覺得說 我好像是我自己身體不好 然後才導致沒有辦法懷孕 所以我就整天在家裡哭啊 但是翔哥很鼓勵我說 建議我一定要去工作 不要再窩在家裡 不然我一定會生病